在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对于性产业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七类 其中一类是性交易合法且受监管的国家 如德国、荷兰、土耳其、希腊等 在这些国家 卖银、开妓院、拉皮条等都是合法的 任何形式的性交易都被国家赋予了合法化的资格 甚至在这些国家还开设有国营的妓院 妓女和工人们一样 强有各类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 国家也会保护妓女们的工作权利 例如在德国 妓女们可以与嫖客签订合约 若嫖客事后拒绝付款 那么妓女们就可以报警 并且根据合约对其进行指控 第二类国家和第一类国家一样 也属于性交易合法且受监管的国家 但对于性交易的开放程度比第一类弱一点 在这些国家 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受到法律保护 你可以自行招来客人 但不允许开设妓院 也就是说 不可以有组织有规模的卖淫 因为这些国家认为 如果允许开设妓院 那么一些黑恶组织势力 就会以妇女作为敛财工具 强迫奴役妓女卖淫 这显然是违背妇女意愿的违法行为 而允许个人自愿买淫 一来保障女性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权利 二来也提醒这些女性 要为自己自愿的行为负责 总之 以上两类国家 都属于对性交易实施监管的国家 也就是性工作者需要持证上岗 还需要定息检查身体 当被查出有性病 如艾滋病等传染病时 必须停工治疗 如果依然进行性交易 那么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而受到处罚 在这两类国家 妓女的收入都是需要依法纳税的 例如在德国 性交易者每年所缴纳的税 高达145亿欧元 结合人民币1162亿元 可以说 色情业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重要税收来源 到了第三类国家 就比以上两种开放程度更弱了一点 这些国家的性交易合法化 但不允许开设妓院 性交易也不受国家监管 也就是说 国家的妓女不用持证上岗 也不用定期体检 国家也不对他们收税 如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等 都属于这一类 第四类国家 则以典型的瑞典模式为代表 在这些国家 卖春是合法的 但买春是违法的 也就是说 可以女性卖淫 但不允许男性嫖娼 不过这种事情 一般都需要男女双方共同完成 所以这种模式 其实就是在打击买方市场 因为嫖客被抓到后 会被处以极高的罚款 这样嫖客少了 也就变相打击了性产业 如瑞典 挪威 加拿大 法国等 都属于这种模式 第五类国家 则是性交易不合法国家 这些国家 和上一类的瑞典模式 刚好反过来 即卖淫是非法的 但买春则不违法 只不过处罚力度都很小 只会象征性地 收取一点轻微的罚款 如俄罗斯 乌克兰等东欧国家 大都属于这一类 而第六类国家 则是性交易不合法 但色情也合法的国家 这些国家最典型的 如日本 韩国 美国等 这些国家 例如日本的色情产业 从业人员超过了30万 该产业及衍生品 每年收入约700亿美元 占日本全年GDP的1%左右 和日本每年国防预算差不多 然而尽管有着发达的色情业 但在日本从事卖淫嫖娼等活动 却是非法的 缩时组织卖淫活动 也是属于犯法的 这些行为 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至于最后一类 则是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性交易 和色情产业的国家 例如中国 朝鲜 以及绝大多数的伊斯兰国家 在朝鲜 卖淫嫖娼 甚至最高可能被处以死刑 而在宗教氛围浓厚 妇女地位低下的伊斯兰国家 对于性则更为保守 他们国家的女性 其实除了用头巾包住头和脸部外 还要穿着厚实的长袍 使人无法看清 他们的长相和身材 由此可想而知 他们对于卖淫的处罚 必定是极为残酷的 例如在阿富汗 妇女如果从事婚外性行为 就会被处以实刑 即被石头砸死 而在伊朗 性工作者同样可能会被处以 鞭刑 实行的酷刑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同样作为伊斯兰国家的土耳其 对待性产业却极为包容 在土耳其 性交易是完全合法的 属于我们上面总结的第一类国家 那么土耳其为何会成为 伊斯兰世界一个离经叛道的存在呢 这要从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说起 当时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 也参加了一战 然而漫长且惨烈的战争 不仅拖垮了土耳其的经济 也消耗了太多的土耳其男人 于是大量的女性失去了生活来源 不得不从事卖春夜为生 而政府由于被战争搞得焦头烂额 时刻处于崩溃的边缘 因此也就放松了对性产业的管理 政府的放纵使得性交易泛滥 不受节制的滥交 使得大量士兵和平民感染的性病 严重影响了土军的战斗力 这时政府才重视起来 为了控制疾病的传播 政府要求所有性工作者 都要进行严格的体检 在确保健康的情况下 政府会给他们发放一张资格证 凭借该证明 即可在指定地点进行性交易 其收入也必须上报 并依法进行纳税 也就是说 妓女成为了国家认可的一种职业 在此后必须持证上岗 而且有了固定的工作地点 而进入该地点的嫖客们 也会受到严格的检查 不符合健康标准的 同样不得入内 而对于那些违反规定的性工作者 政府则会给予非常严厉的惩罚 在这样的管理下 性病很快被控制住 而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妓女们 也得到了很好的管理 同时政府也从他们身上 收取了大量的税 填补了国家财政的部分空虚 后来土耳其在一战中战败 奥斯曼帝国解体 但该制度 却被新的土耳其政府继承了下来 并进一步进行了规范 例如妓院要有统一的门牌号 不得设立在普通住宅区 妓院的出入口只能有一个 妓院的管理人员 必须将旗下的妓女们 向政府一一报备等 在土耳其政府的严格管理下 土耳其的妓女们也向国家纳税 也有社保和福利待遇 她们就像厨师 教师 理发师一样 成为了一个合法的职业 在这样的政策下 一些外国投资者嗅到商机 纷纷赶到土耳其开设妓院 例如一个在亚美尼亚的老保 马蒂尔德·曼努金 就在土耳其开设了六家妓院 年收入高达400万美元 而土耳其的妓女们 在年老四衰之后 凭借过往的经验 人脉和资源 也会开设妓院 招纳姑娘 成为老保 并大赚特赚 由于妓院需要纳很高的税 所以土耳其政府 也越来越支持性产业的规模化 甚至每年还会褒奖 那些纳税额最多的老保们 这些案例吸引了很多外国女性 当她们听说在土耳其当妓女 不仅合法 而且一晚上就能赚几百美金时 也都想到土耳其发财 于是大量的外国女性 例如乌克兰 俄罗斯 摩尔多瓦的姑娘们 或是自愿 或是被哄骗 开始大规模地向土耳其偷渡 然而当她们从黑海港口的 偷渡船上下来后 往往立马就会被一群P条客拦截 并没收护照 现金 身份证等物品 断绝她们的退路 可怜的那些外国女孩 本以为能得到一份合法的雇佣工作 没成想一踏上土耳其 就被那些P条客囚禁起来 并逼迫她们在黑市进行卖淫 如果那些外国女孩不从 就会遭到反复的毒打和强暴 直到她们承受不了折磨同一位置 而这些外国女孩 在土耳其本地很有市场 一些嫖客会专门找来 这些具有抑郁风情的妓女 以寻求不一样的体验 例如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中 时常会有P条客 对过路的行人悄悄而语到 这里有性感艳丽的俄罗斯妓女 可见这些外国女孩 在性交易市场上的号召里 然而这些外国女孩的待遇 就是极为凄惨的 她们大部分都进入不了 土耳其的正规妓院 一般只能在地下妓院 从事性交易 因为这里不用交高额的税 老保们可以赚得更多 而妓女们赚取的钱财 大部分都被这些P条客抽走 她们自己只能留下十分之一 乃至更少的钱 相反 土耳其本地妓女的处境 都要好得多 她们一般在政府特设的 红灯区工作 因为这里受警察们的保护 不过土耳其的红灯区 主要是为土耳其人服务的 对于外国游客 有很多的限制和规定 有些夜店 甚至明确规定外国人禁止入内 土耳其的红灯区 土耳分布在南部沿海城市 例如著名的安卡拉 当然 在首都伊斯坦布尔 也有很多大型的妓院 这些妓院的妓女 在白天因为顾客少 一般都是和姐妹们 在一起聊天玩耍 偶尔有几个客人 也一般都是常客 她们应付起来都显得很轻松 到了晚上 她们就会化好妆 穿上性感的衣服 站在门口 有的唱歌 有的跳舞 有的随口喊几句招牌口号 以此吸引路人招揽顾客 不过 她们并不会过分打扰到路人 只有顾客相中了她们 就会被带到楼上 享受专属服务 她们在这里的收入非常高 并且不会被可口太多 甚至一些顾客 在支付完必须的费用后 还会额外给予一些小姐们小费 所以也有很多 非职业的土耳其女性 会在本职工作以外 在夜晚到这里兼职 不过现在的情况 有了很大的改变 其实土耳其本地的女性 在性产业这一领域的处境 也变得越来越艰难 因为性交易的合法化 有大量的外国女性人口 被贩卖到土耳其 使得土耳其遭受了 来自国内外的各界批评 于是土耳其政府 也开始对妓院进行管制 土耳其原本合法经营的妓院 被一家家关闭 例如伊斯坦布尔 就只剩下了一家合法妓院 这导致很多的性从业者 面临失业的风险 有的年老四衰者 不得不转入地下妓院 和被贩卖到土耳其的 外国妓女一起工作 但因为这里没有合法的工作资质 因此不能享受 国家给予的补助和福利待遇 此外 这里不受政府管控 来往人员鱼龙混杂 黑帮 毒贫 暴力等问题充斥其间 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 有很多妓女 因为各种各样的纠纷 惨死在妓院中 而除了应付难传的顾客外 他们还常常受到 老保们的压迫和剥削 在这里 他们往往没有自由 有时候在身体条件状况 不允许的情况下 例如怀孕和来历假 也要被迫接客 在纪录片《性的代价》中 就有多名被贩卖到 土耳其的妓女 讲述了这种非人的遭遇 而妓女这个行业 吃的都是青春饭 在年轻的时候 她们为了多赚钱 往往会超负荷的工作 但频繁的性交易 对于身体的摧残和危害 是极大的 根据美国《流行病学》杂志 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妓女的平均死亡年龄 是34岁 是妇女从事第二危险工作的 51倍 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 一方面 她们不再受顾客青睐和眷顾 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 各种各样的疾病 也会随之而来 如果没有足够的机缘巧合 例如自己成为老宝 还是妓院 那么绝大多数的妓女 在职业生涯的晚期 都是很凄惨的 而对于政府来说 性交易的合法化 也会带来很多的社会问题 和国际问题 例如性交易彻底合法了 那么妓院老板 就会以合法经营为借口 禁止警察进入妓院搜查 如果警察执意搜查 那么财大弃诉的妓院老板 就会高价聘请律师 以骚扰等罪名 起诉警察 由于妓院的特殊性质 警察贸然进入 设备会侵犯 正在交易们的顾客的隐私 所以律师一般都能阻止警察前往 因此哪怕警察得到了情报 说有儿童和妇女被拐卖到妓院 他们也无能为力 而性交易这种产业 不管合不合法 一般都会捆绑性地和毒品 暴力 犯罪等交织在一起 理社会治安 带来严重的混乱和动荡 至于由于性交易引起的人口贩卖 更是所有性交易合法的国家 必然存在的顽及 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大约有640万女性被贩卖 其中有360万都被贩卖用来进行性服务 例如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外国妓女的比例接近80% 而其中的70%都没有合法身份 在西班牙 从事卖引活动的近40万女性当中 有90%都是被贩卖来的 而来自以色列议会的报告显示 在2000年前后 每年大约有3000名女性 被贩卖到以色列当妓女 最严重的是在战乱落后的中东和非洲地区 每年从这里被贩卖到 欧洲的妇女高达50万人 而中国每年被贩卖到非洲 美国 东南亚等地的女性也不在少数 其中大多是被外国人诱骗出去的 尽管缺乏详细的数据统计 但根据已经曝光的数据推算 每年至少有1300多名中国女性 被诱骗到非洲 美国等地 可见 性交易合法化产生的负面影响 已经波及到了全世界 哪怕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我们仍可能作为受害者牵涉其中 所以对于世界上任何角落的违法犯罪行为 我们都应当坚决地抵制 因为在全球化的今天 面对所有的不幸和苦难 没有人是局外人